从宏观经济,谈到股票金融市场,欢迎大家来到话说的频道。 大家好啊,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一直有人在猜测恒大的解决方案,这几天似乎又有消息传出,参照海航做法,由国企搭救。 据说初步分析方案是,将恒大业务拆成三大板块,由国企入住,换掉原来的管理层,重整架构,卖资产抵债,楼盘复工,还债顺序是先国内再国外。 同时,外电消息说,当局正在最后敲定将恒大分为三个实体的重组协议,方案细节或会在几天内公布。 重组加复工两个消息重合,直接立好了一波恒大股和地产股,消息说会这次恒大会参照海航模式,由国企入住,将恒大转变成一家国企。 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购买了恒大房子和恒大理财产品的投资客的利益,避免恒大问题发展成经济问题,一旦这个方案是确定的,那广大的恒大业主和员工的权益应该就可以得到保障了。 而那些高负债的开发商估计也可以送了一口气了。 很多人想知道海航模式到底是什么? 此前海航宣布破产重组,留下7000亿负债,面临是海航员工存款,投了集团理财结果拿不出来,工资又发不出,整个状态和现代恒大非常下。 辉煌时期的海航集团旗下拥有7大产业板块,包括海航科技、海航旅业、海航资本、海航实业、海航现代物流、海航创新金融、海航新传媒。 在今年3月,破产重组的海航集团将旗下的航空板块、机场板块及供销大级招募战略投资者。 最后,机场板块由海南国资接收,航空主业由辽宁方大集团接手。 海航的航空资产中,桂林航空由桂林市政府接盘,其他飞上市航空资产都由各地政府接手了。 大家最关心的是海航的债务问题,据说是打算通过债转股、大股东偿债等方式化解巨额债务。 所谓债转股是将债权转化为股权,是一种债务重组,也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常用方式之一。 通过债转股使得企业的债务减少,注册资本增加,原债权人不再对企业享有债权,而是成为企业的股东。 很多人觉得,这种方案等于股东的股票价值大打折扣,但比起获利,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才有翻身的可能。 如果恒大走海航模式,那么大概率也是如此。 恒大旗下产业还是有赚钱的产业的,比如恒大物业、恒大兵权,而房车宝属于新业务板块,不怎么盈利。 而新能源汽车虽然是风口,但一辆车还没造出来,市值就直逼4000亿。 目前爆雷最严重的还是恒大地产,失信违法数量最多,而且也是债务的重债区。 要解决债务,稳定民心,一定是先解决恒大地产的债务问题。 具体如何解决,说白了就是优质资产打包出售,其余国企接盘,优质资产出售早就有苗头了。 今年8月,广州多个国资代表开始接手恒大集团的项目。 市场也传出部分国企与恒大展开联合谈判的消息。 恒大也曾发布公告称寻求出售旗下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的股权。 现在恒大的做法应该是会把优质资产打包卖掉一部分。 先把能还的还了,再把一些债权转股权,实在搞不定的,可能是国资接盘,拆封给地方政策就地消化。 具体怎么搞,等通知就好了。 讲真,如果恒大真的有国企入住,那就会救了很多人。 不管是对个体,还是对全局经济,是给了一颗定心丸。 毕竟恒大的债务高达2万亿元,以这个规模,比成都、杭州、武汉等大城市的2020年GDP总量还高。 一旦崩了,后果是不堪设想。 现在恒大的问题闹得波涛汹涌,几位苦主维权的维权,闹事的闹事。 先是商票无法挤兑,干了工程拿不到钱的建筑商拿不到钱,白干活工资还发不出。 惨得还有恒大财富投资客,买了恒大财富,最后发现高层套钱离场,自己的钱却牢牢套住。 气得汹涌的线下投资客已经冲入恒大办公中心,要求对恒大财富产品进行兑付。 恒大几个业务板块的员工,8月份的薪资只发了一小部分,接下来工资收入问题也成了难点,还有买了恒大七房的。 现在每天都焦虑惶恐,全国各地多数已经停工,到时候可能出现的难尾问题弄得多数城市已经开始维权。 目前中国银行体系都被房地产绑架,抵押在银行的房子如果一旦受到冲击,指不定多少人倒下,这里不再延伸了。 总之,七房业主、建筑商、供应商、银行债主、公司债、恒大员工买了恒大财富的,整条线的影响都非常大。 加上恒大的问题也是整个房地产企业的普遍问题。 恒大一倒,可能会波及一大片房企,整个楼市都会跟着受影响,到时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。 整个楼市上游下游的超长供应链都是毁灭性打击。 经济、民生、就业都会产生巨大反应。 恒大的问题还真得赶紧解决,已早不已迟。 目前关于恒大的解决方案,没有官方敲定,都是民间和外媒在妄自猜测。 不过,恒大毕竟家大业大,把手头上优质资产变卖之后,短期还是能获得不少的流动资金,哪怕不能立马解决债务危机,也还能顶一会再想新策略。 在我们国家稳定大于一切,迫不得已还是得有人来兜底。 在今年八月,官方媒体中国房地产报发表特约评论,题目是回报社会的房企要善待善邦。 评论主要说的就是恒大、碧桂园、万科等头部房地产开发企业。 这些年来,做慈善、搞公益、回报社会,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 言下之意,或许会帮恒大渡过难关。 如果恒大最后还是走海航模式的话,这给其他高负债的开发商又是一计稳定计。 现在不好过的可不止恒大、澳元、富丽、石地、金科、荣创、新城等都不好过。 一旦恒大的解决方案落地,高负债的房企就可以喘口气了。 这期就先到这里,喜欢记得订阅话书,我们下期再会。